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185旅 旅长是王重坤 而386旅在名将陈庚的带领下 先后取得神头领 享堂后等战斗胜利 并且参加近东南地区的反九路为工作站 该旅向玉北地区发展 开辟了安阳 严县 徽县山区抗日根据地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 抗日近旅386旅培养了多少将军 建国后分别兜售了什么军衔 一 大江陈庚湖南湘湘人 在抗日期任386旅首任旅长 曾在一个月间进行三次殲灭战 神头伏击战兼日军1500余人 想唐出伏击战毕伤日军森穆绍索以下400余人 还有就是袭击了张和尹南的日军 因此该也成为抗日中罪的一职 这和陈庚出色指挥才能是分不开的 包括他后来的解放战争 朝鲜战争 都为解放事业立下汉马功劳 一 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二 上将李居奎湖南安化现任 在抗战期间386旅的首任参谋长 而李居奎将军还被趁将胜 而这一称号是所有开国将军都没有的 这也是对他的军事才华一种肯定 建国后在一九五八年 被授予上将军衔 三 上将王新庭湖北省校感世人 他是由一个普通的战士成长 为一名优秀的高级指挥轮 抗日期任386旅首任郑迅处主任 后还升任太运军区司令人 在那战争爆发 后他和学帅一起指挥解放山西 并配合彭德怀指挥的一野主力向兰州进军 打开了18兵团部队向西南进军的大门 可谓是身经百战 吕建其功 建国后在一九五八年 被授予上将军衔 四 上将陈载到湖北省麻城市人 毛主席说他是一员战将 打仗很勇敢 真不简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他就以勇敢 无畏而著称 打过许多 大仗 硬仗 恶仗 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 运动战 速决战 歼灭战的作战指挥经验 他一向以删打恶仗 恶仗而著称 抗日战争时期 他奉命率领一支只有五个连五百人的小部队挺进敌后 他出生若死 搏击沙场 积极打击日伟完军 在解放战争时期 他率部参加了上党 邯丹 巨野 入西南 挺进大别山 晚西 晚中 淮海等重大战役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五 中将周西汉湖湖北省麻城市人 可以说周西汉是陈庚麾下头号猛将 在抗日战争他掩护首脑 刘伯承称我们的赵子龙来了 周西汉率部勇夺阳门领 阻击日军至黑夜 在解放战争他消灭敌军天下第一旅 在淮海战役打垮皇位 周西汉也是必服中将的一位 在一九五五年周西汉 被授予中将军衔 六 中将王信山湖北省洪安县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 任八路军第一百二十九师七百七十二团副团长 七百六十九团团长 三八五吕副政治委员 三八六吕吕长 参加了神头领战斗 享堂铺战斗 和进东南反九路围攻 告了解放战争参加上党战役 寒安战役 定陶战役 湘凡战役 进军大别山 淮海战役 渡江战役 西南战役 抗美元昭战争第五次战役 上甘岭战役等 1955年备受于中将军衔 向在开国中将中还有 中将徐申吉 中将吴傅善 上将谢傅智 孙继先中将 张祖亮中将 刘忠中将 少将中还有 廖冠贤少将 韩东山少将 黄新有少将 可以说八十六旅培养了一大批猛军 像典型的有 陈在道 朱熙汉 王进山 孙继先 张祖亮 刘忠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